各位刀友大家好 欢迎来到中国古兵器大讲堂 我是朱剑师王爵 我关注中国传统刀剑文化 也关注刀友所关注的一些话题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 关于汉代环手刀的一些话题 今天的这个视频也是我第一次上传西瓜视频 同时也希望以后和我的头条号上面一同发布 争取做到让它停留 如果有什么不足的地方 也希望呢 作为刀友在评论区里面给我指正 那好 现在我们回到正题 上一个视频呢 我们分享一个还手刀 关于还手的问题 包括它是这个各个时期 看待的各个时期它还手的形状 那现在这个视频呢 我们着重分享一下 关于还手刀的形式的问题 还手刀呢 它分为直刃和反取刃 两种 其实以这两种为主 刃口呢 当然不过以平照啊 或者是这个单个的晚巢为主 当然也有这个双巢形制 这种双巢形制呢 我本人在古刀剑上我只见过一笔石 就是这种很少很少 就是双碗巢 其实这种双碗巢 我们也就是说的就是双头 环草刀呢 它分为短刀和长刀 它长度一般都是短的在30厘米左右 那么长的呢 它是在1.2米以上 它适合步兵 也适合骑令来使用 由于呢 它的这个杀伤力极强 也是当代当时的汉代的时候 这个钢体演练技术 达到巅峰时期的这么一个产 也就是使得这个环草刀 在汉代的时候成为 最主要的主战兵器之一 它也是人类历史上 有着非凡意义的兵器 在某种程度上还说 它是打败了巡奴 并促成这个巡奴分裂 并且七千的这么一个刀种 环草刀出现呢 它是以实用性和美学的这么一个产品 它一度呢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作为近身格斗的武器 保卫着中国华夏文明的这个繁衍和辉煌 我们现在换一个背景 实际上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位置 就是一个周政武大师的古刀剑的一个博物馆 这两柄环手刀就是周政武大师复原的两柄环手刀 它的主要的这个特点就是刚才我说的那种繁衔 就是那个内反的还是内反的 并且你大家看一下它的这个通 就是指的这个瓦面 那我拉近一点看看 有个瓦面 这个就是我所说的单瓦面 也叫单通的 这么一款 这个环手刀 在下期的视频呢 我上传一个中央电视台拍摄的一个大型的纪录片 叫中国古兵大揭秘当中的其中一集 叫环手刀 我争取把整个视频传给大家 让大家看 那个就是以周政武大师为背景拍摄的 当然了这个我也参与拍摄的 如果我的这个视频当中啊 有一些不对或者是不充分的地方 请到我呢 在下方留言指正 感谢关注 那我们下期再见